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点名我们的校长 习正社校长 还有学生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的局长 基本上我们这个波冰洞机器人 它是利用杠杆原理透过滑轮来运作 那接着我们透过S4A的程式软体 用光明感应器来启动伺服器马达 去错过气球 让它失去平衡之后 这一个水桶它就会倒下水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